第七十八章 是兄弟一起扛 回到了别墅 叶寒一个人站在楼顶上想着事情 在今天的赌诗节上面 他得罪的人除了藤原集团和宁氏之外 又多了一个香江郭氏 而且 这些每一个都是巨无霸级别的 想要和这些人对抗 他现在的实力还太弱小了 唯有借助外力 而且 叶寒也知道 蛤蟆寒珠这块翡翠没有卖出去 只怕现在对他有歪心思的人肯定不少 这些人一定会对他伺机动手 很有可能就是今晚 毕竟 像蛤蟆寒珠这样的无价翡翠 没有人对他惠不动心 一旦错过了今晚 被其他人劫足先登 想要再得到就晚了 到最后 叶寒总结出了一句话 眼下在腾冲 他貌似陷入到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境地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香波波 任何人都想要来咬上一口 想到这里 叶寒苦笑一声 他不惹别人 但别人偏偏要和他过不去 这世道 强权才是硬道理 如果现在是郭氏或者宁氏手上 拿着这块翡翠 只怕就没什么人敢乱打注意了 这时 叶寒的后面响起了脚步声 是高跟鞋和地面触碰的声音 叶寒不用回头去看 就知道是周远来了 来到叶寒的身后 周远从身后抱住了他 将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轻声地说道 对不起 是我让你为难了 如果不是我要那块翡翠 你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心事 更不会面临即将来临的危险 说着说着 周远紧紧地搂着叶寒的腰 仿佛是要将自己的身体 融入到这个男人那结实的身体里面去 眼角慢慢地流下了两滴青泪 周远知道 如果不是他对叶寒开口 要那一块翡翠 叶寒如果当时迈出去的话 现在叶寒就不会陷入到那种危险的漩涡里面去了 感觉到自己后背的衣服打湿了 叶寒苦笑一声 转过头来给他擦了擦泪痕 说道 傻女人 为了你 为了你 哪怕让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愿意 更何况 今天就算你没有开口 那块翡翠 我也不会卖出去 我已经想好了 这块翡翠 我要带回山海市 然后交给你的周氏珠宝拍卖 这样的话 我想一定会引来许多珠宝爱好者 而且 这也是一个打响周氏珠宝的机会 让周氏珠宝 走入国内珠宝市场的眼中 听到叶寒这话 周元感动得一塌糊涂 叶寒不卖那一块翡翠 原来全部都是为了他 为了他的周氏珠宝 眼前这个小男人 一句不卖 为了他不惜得罪那么多强大的敌人 这比任何情话都让人心醉 周元的心 已经彻底被叶寒这一番话给迷醉了 所以 他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用自己的嘴唇 吻上了叶寒的嘴 现在说 什么都没有比这来得更实际 感觉到周元的香蛇伸过来 两人在天台之上忘情地吻着 这一次都是两人自愿的情况下 所以他们十分投入 努力地吸取着对方之夜 舌头交缠 你来我往 显得有点疯狂 此时此刻 叶寒完全陷入到了浴火里面 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他现在只想和眼前这个女人缠绵到永远 我终有你 你终有我 周元羞红着脸不敢看夜寒 因为此时他感觉自己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这样疯狂的事情 对他这个商界女强人来说 还是第一次 以前他的眼中只有工作 但是现在 他觉得去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那种感觉比工作更加完美刺激 晚上有时间 你可以来找我 在夜寒的怀里啪了一会后 周元用仅能他自己听见的声音说道 说完这话后 他的一张脸更红了 像一个红彤彤的苹果 做出这个决定 是周元深思熟虑的 既然爱这个男人 不如把一切都给他吧 这样他们才能更加深爱彼此 如果不是夜寒的耳力极好 他都差点把这么重要的一句话给忽略了 他斜斜一笑 道 有你这句话 晚上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狂风暴雨 哥都会停下来 你放心 哥从来不会失约 嘿嘿 文言 周元羞红着脸 在夜寒的胸前捶了一下 埋着头没有说话 这时 夜寒在天台上 看见有一辆车朝着别墅这边开来了 这辆车夜寒很熟悉 是昆桑那一辆家长板汉马 见到这里 夜寒给周元整理一下衣服说道 走吧 有客人来了 咱们下去见一见 周元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两人手拉着手下的天台 来到了一楼的客厅里面 唐大少这时正陪着小青城 在看着动画片 两人一大一小 就像两个火宝一样 闹过不停 昆桑此时也从外面走进来 手上还提着一个大布袋 布袋子鼓鼓的 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 见到夜寒 昆桑就大笑道 寒子 你小子今天可是露脸了 竟然逃到了一块蛤蟆寒珠的天然翡翠 这可是无价之宝 听到这话 夜寒心里苦笑了下 因为这块翡翠 它现在可是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中 现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正在盯着它了 这时夜寒看了一眼昆桑手里的布袋子 使用阴阳法眼透视之下 夜寒发现昆桑这个布袋子里面 竟然装满了各种枪械和一些高爆炸手雷 都是一些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见到这里夜寒有些呆呆地看着昆桑 道 昆桑大哥 你这是 昆桑放下布袋子 布袋口刚好露出了里面的一些枪械 他走过来拍拍夜寒的肩膀说道 寒子啥也别说 是兄弟 一起扛 一句话 让夜寒心里感动得无以复加 这句话 在如今这个社会 有多少人能够说得出来 夜寒给了昆桑一个熊抱 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 夜寒心里仿佛生出了豪情万丈 派着昆桑的肩膀大笑道 好 是兄弟 一起扛 今天来多少人 咱哥俩就杀多少人 昆桑的到来 让夜寒心中 生出豪情万丈 在腾冲这个四面楚歌之地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孤军作战 他还有兄弟愿意帮他一起扛 今晚就算面对再强大的敌人 他也不能倒下 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 是一句话